杜普兰蒂斯 哇哦 世界纪录 一厘米一厘米的去记忆 他不断的超越自己超越人类极限 他还有空间 7月25号 2022田径式竞赛诞生了第三个世界纪录 在男子撑杆跳决赛场上 瑞典名将杜普兰蒂斯面对6.21的高度 在第二次试跳中获得成功 男子撑杆跳高的天花板 就此又升高了一厘米 从杜普兰蒂斯过干时展示的余量来看 这位瑞典名将的高度极限还远未到来 本次尤金试井赛 是杜普兰蒂斯职业生涯参加的第二次试井赛 这位22岁的瑞典名将 两年前刚迎来职业生涯的腾飞 在多哈试井赛拿到亚军之后 杜普兰蒂斯对本次试井赛的冠军志在必得 本次比赛美国名将克里斯尼尔森 法国名将拉维莱涅都是试井赛的奖牌热门 而对杜普兰蒂斯除了一枚试井赛金牌 还需要加上撑杆跳高新记录 在独自跳过6米确保了尤金试井赛金牌之后 杜普兰蒂斯开始认真了 他先要了6米06的高度轻松过关 之后横杆上升到6米21 这一高度比杜普兰蒂斯此前创造的6米20高度高了1厘米 瑞典名将首次试跳没有成功 稍事修整 杜普兰蒂斯用了远超横杆高度的跳跃 轻松通过了6米21的高度 这位瑞典布波卡再次把成干跳高的人类极限抬高了1厘米 这一次在场边为杜普兰蒂斯庆贺的 是他的女朋友和兄弟 那一刻杜普兰蒂斯不知道还会不会想到 自己儿时时不时梦到的成干跳高梦 杜普兰蒂斯曾经说 也许自己的父亲格雷格就是位成干跳高运动员 自己从小的梦想就是跳过新高度 拿下冠军和世界纪录 他的母亲海伦娜是女子七项运动员和排球运动员 这么优秀的基因助力杜普兰蒂斯出道就是巅峰 在家庭的熏陶和出色的基因指导下 杜普兰蒂斯六岁时就在家的后院尝试了成干跳高 2015年世界青年锦标赛 15岁的杜普兰蒂斯以5米30多的冠军 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青年成干跳记录 在2018年的欧洲锦标赛上 他又以6米05获得金牌 2019年杜普兰蒂斯转战成永赛场 在多哈士竞赛 19岁的杜普兰蒂斯不敌未免冠军 萨姆·亨德里克斯以5米92取决亚军 进入2020赛季杜普兰蒂斯的巅峰到来了 在钻石联赛巴黎战 他一举跳过6米15 成为这一项目的新的王者 布伯卡第一时间恭喜了杜普兰蒂斯 恭喜他打破我的记录 成绩太神奇了 我们在未来的岁月里 拥有这样一颗璀璨的明星 祝你一切顺利迈向新的高度 带着布伯卡的祝福 杜普兰蒂斯不断迈向新的高度 这次世界赛 对杜普兰蒂斯来说只是新的起点 布伯卡在创造记录时已经30岁 拉维莱涅在突破布伯卡的记录时 也已经28岁 而杜普兰蒂斯只有22岁 属于他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人类还有机会 看到杜普兰蒂斯跳过6米30的高度吗 在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 德国名将米哈姆伯以7米12锁定女子跳远冠军 挪威名将英格布里格森以13分09秒24拿下男子5000冠军 美国名将阿兴木以1分56秒30的世界今年最好成绩 获女子800米冠军 法国名将梅耶尔拿下男子10项全能冠军 在压轴的男女4成400米接力大战中 美国队展现强大实力 包揽两个项目的冠军 本届油金式竞赛 至此取中人散 东道主美国田径队成为最大赢家 他们以13金9赢11通33枚奖牌占据榜首 比第二名埃塞俄比亚奖牌数多了23枚 中国队最终获得两金一银三桶 位列第五名 为期10天的田径式竞赛落下了帷幕 本届式竞赛一共产生了39个冠军 共有29个国家和地区分享了金牌 那么谁是本届田径式竞赛上的最佳运动员呢 有人会说是拿到两枚金牌的美国运动员诺曼 他一人拿到了男子400米和4成400米的接力的两枚金牌 有人会说是秘鲁选手莱昂 他一人拿到了女子20公里进走与35公里进走了两枚金牌 有人会说是打破了世界纪录并夺冠的运动员 如美国女子400米兰运动员迈克劳林 尼日利亚女子100米兰运动员阿姆桑 瑞典男子成干跳高运动员杜普兰蒂斯 其中迈克劳林将400米兰世界纪录由他自己保持的51.41秒提高到50.68秒 提高幅度达到0.73秒 杜普兰蒂斯将他自己保持的成干跳高世界纪录由6.20米提高到6.21米 提高1厘米阿姆桑将100篮的世界纪录从12.20秒提高到12.12秒 提高幅度达0.08秒 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会在领奖时获得一块写着世界纪录的号码簿 和10万美元的破纪录奖金 显然让他们成为最佳运动员更有说服力 不过要说本届田径式锦赛的至尊荣耀 当属于尼日利亚运动员阿姆桑 他干出了独一份的事 他是唯一让组委会临时专门为他制作新号码簿 并打破世界纪录的冠军运动员 虽然说临时制作黄色号码簿的情况可能还有存在 打破世界纪录也不是唯一 但临时制作黄色号码簿 又打破世界纪录还拿到冠军的 阿姆桑还是独一份 这意味着他在此之前名不见经传 阿姆桑在本届世锦赛上一跨成名天下之 而且他的决赛跑得太好了 又拿下了冠军 跑出了最好成绩12.06秒 还不算世界纪录 这样他肯定还能在某次比赛中 再破一次世界纪录 领一次破纪录的奖金 我觉得这届田径世锦赛上的最佳运动员 应该会在阿姆桑和杜普兰蒂斯中产生 再过几日 世锦赛的官方就会宣布 本届的最佳运动员名单 我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赛